欢迎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重生巴林 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君言讲故事 由殷君儿育文化传媒与阿里文学联合出品 第739集 夏小兰没听清 陈希良也没听明白 崔主编却听明白了 知道老朋友的毛病又犯了 不过仔细看夏小兰的确是长得很漂亮 一眼就移不开眼睛的 五官精致巴掌脸 看着我见油帘 背挺得很直 有一股刚性 林树同志 电视剧已经开机了 清文的角色也定了 你能不能不要三心二意 不好意思啊两位 这位是王导 这是他的职业病 别见怪 快先坐 崔主编家有个小小的客厅 布置得挺雅致 夏小兰和陈希良没来之前 崔主编应该在招呼朋友 而这位朋友是个导演 夏小兰一点也不惊喜 经历过杜兆辉的邀请后 他现在一听演戏就生理性不舒服 崔主编您好 听说您想谈一谈我们品牌宣传的事 没打搅您过年休息吧 崔主编啊了一声 这种宣传方法是你想的 年轻有为啊 他还以为陈希良带这么个漂亮姑娘上门 是知道王林树在家里 是要给夏小兰创造机会呢 仔细想想又不对 王林树来得很突然 陈希良不可能事先知道 结果宣传方案就是夏小兰想的 崔主编很是诧异 他想听一听夏小兰的想法 出于商业性质的角度 夏小兰不好讲 要让夏小兰卖情怀讲故事 还是难不倒她的 嗯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其实请明星拍广告 在香港等地方已经很成熟了 汪明明女士恰好穿了 我们品牌的衣服上春晚 本来是双方合作的契机 但我们是草创的本土品牌 确实付不起香港大明星的广告酬金 才想出了这样的办法 就是借助汪明明的名气影响 却不付广告费呗 在商严商 是怎么赚钱怎么来 现在内地也没有肖像权的说法 夏小兰和陈希良这样干不违法 但夏小兰知道挺对不起汪明明 她也怕自己理所当然的会引起崔主编的反感 只能继续卖情怀 省下来的宣传费 我们希望能做到质量上乘 做一个华国人能消费的本土服装品牌 夏小兰默默在心底补了一句 是华国一部分人 露娜的定价并不低 夏小兰和陈希良是把中间环节都给赚了 做服装的 利润做不到50 她和陈希良搞什么品牌 不如继续倒腾地摊货 崔主编不知道夏小兰心里的想法 她觉得夏小兰说的挺有意思 做华国的本土品牌 陈希良就够年轻的了 崔主编还以为 陈希良身后会有个成熟点的老板 结果陈希良带来一个年轻女孩 崔主编是搞杂志的 眼睛毒 夏小兰不可能超过20岁 这还是看夏小兰穿衣打扮 和说话谈吐猜的 只看脸还得再小两三岁 时尚两个字 对华国民众来说都很陌生 夏小兰和陈希良两个年轻人 就要搞本土服装品牌 崔主编都要说有勇气 你们的店什么时候开业 我听陈老板说三月中旬 崔主编这样说 夏小兰就觉得有戏 主要看您这边 如果能登上三月份的期刊 那就太好了 给根杆子就爬上来 长得好看的人 谈生意真占便宜 夏小兰就是创意人 由他来解释的确更清楚 崔主编的疑虑解除 也不会太为难两人 陈希良的糖衣炮弹 可是从去年就开始腐蚀 华国的时尚 不过是刚刚萌芽 陈希良就牢牢地贴上了 华国时尚的先行者 时装的发行量不算特别大 但看时装的读者 是有针对性的 不喜欢穿衣打扮的 又岂会看时尚杂志 能在85年看时尚杂志的 都是有钱花的女人 露娜就需要这样的顾客 夏小兰和崔主编聊得热气 王导在旁边一直打量她 崔主编虽然没有当场 答应要帮忙 可夏小兰觉得 八九不离十 两人从正事 已经聊到了其他 夏小兰也算服装从业者 对时尚不说多了解吧 起码能跟上崔主编的思路 崔主编弹性正浓 王导等不及了 老崔啊 你让我说两句 这位同志 我不是什么坏人 我也不是骗子 我是《红楼梦》的导演 老崔可以给我作证 我觉得吧 你外形气质都特别出众 有没有兴趣 来剧组试试镜啊 《红楼梦》 现在是八五年二月 那拍的 岂不是八七版《红楼梦》 夏小兰有点吃惊 她虽然不文艺 上辈子也没做过明星梦 四大明珠改变的电视剧 肯定看过 《红楼梦》在后世 都疯神了的 今天 要换了另一个重生的人在此 听了王导的话 肯定很激动 能参与到经典电视剧的拍摄中 就是倒贴前也同意啊 可惜 王导遇到的是夏小兰 夏小兰是一个钢铁工科女 她对文学作品 没有那么细腻的感触 再经典的电视剧 看过了就看过了 不可能为某个角色疯狂 大玉粉也好 宝钗粉也罢 遇到夏小兰就撕不起来 而且王导又不是请她演女主 刚才说是情文吧 男主宝玉的丫鬟呢 夏小兰没兴趣 夏小兰做出一脸遗憾的表情 王导 谢谢您的抬爱 我不能去试镜 我还要上学呢 这年纪 瞧起来再上大学 王林树老神栽栽 再小生 一般不允许你们拍戏 我理解 不过 剧组可以和学校沟通一下 你是在中习 还是在经营啊 长得真好看啊 眼神特别有灵气 王导觉得 夏小兰是颗好苗子 夏小兰摇头 王导 我不是这两所学校的 王林树后知后觉 你不是学演戏的吧 哎呀 你看 我忘了你刚才和老崔聊的头期 是学服装设计的 其他学校倒是有点麻烦 不过 我还是会尽量试一试 对了 你是哪所学校的 夏小兰不好说 轮到陈希良时时开口了 哦 他是华庆大学 学建筑的 崔主编 一口茶水喷得老远 他刚才兴致勃勃的 和建筑系的大学生 讨论了华国的时尚前景 华庆大学 是考学校 但建筑系的学生 把服装设计的饭碗都能抢 崔主编完全接受不了 王导也接受不了 刚才吹过的牛皮 一下子反弹到脸上 怪疼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